日本和牛煎的详细四溢 这场景不是餐厅 而是百货超市推出的带主服务 牛排几分钟前还在一旁冷藏柜里 超市内买食材就有专人为你料理 创新服务抢市场 根据统计台湾这类冷冻食品的年商机 上看461台币 但光是提供食材 已经无法吸引消费者 几百货公司后超商也加入战局 超商看上新鲜跟冷冻食品的商机 特别打造这种专属的店型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整排的冷冻专柜 不过它跟一般大卖场不一样的点就是 像这样子打开 部分的食材还能够代客料理 在店内选购食材 不想自己煮 现场帮你处理 又被以往的微波加热 使用蒸烤机代客料理 锁定没时间准备跟不会煮饭的客群 我家还蛮方便的 尤其是我不会煮的人 我可以吃到送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消费者对于就是冷冻条理食品的需求 其实是加速提升的 因此我们这次又是运用了 就是白相的一个冷冻条理食品 加上还有代客料理的服务 跟24小时的外送三大策略 来打造我们的这个冷冻3.0的电型 超商2015年西手生技厂开发冷冻食品 年初疫情推波助澜 业绩增加超过五成 业者加码投资1亿元改建产现 并加入代客料理拓展新服务 卡位冷冻市场 产生史之虫方向新北报道